什么是IDC,什么是CDN,什么是云服务器 今天呢我就花几分钟给大家说说 就是这三个玩意儿到底是什么东西 如果你看完还不明白的话 你可以拎着板桌过来找我 呵呵 开玩笑啊 先说IDC吧 IDC就是互联网数据中心 说的直白点就是服务器器房 这就不用多说了吧 有一般的互联网公司或者是规模稍微大点的公司 都有自己的服务器器房 这就是IDC 我们再来说说什么是CDN CDN就是内容分发网络 这么说你可能是不太清楚啊 我就直接举例说明吧 就比如你是北京一家公司 你们公司开发了一个视频网站 你们把网站系统和视频资源都放在了北京的地方 就北京的服务器上 你们的视频网站一上线就特别火 每天就好几万人甚至几十万人都在看你的视频 这几十万人是不是都会去你北京的服务器上拉去视频 对吧 然后浏览你的视频观看你的视频对吧 你想想你们服务器上带宽能不能卡得住 就算啊你们划巨资买的带宽对吧 带宽可以说是无限大 不管多少人都可以访问随便用 当然了这是不可能的对吧 你们的视频网站上线以后呢 用户不可能都是北京的对吧 至少那也是全国的用户吧 有北京的有黑龙江的有上海的有广东的有海南的对吧 等等吧 全国各地都有 你想想 北京的用户直接访问你的北京的服务器 距离是不是特别近 就看视频的时候不会出现卡顿 但是你想想 如果是广东或者海南的用户也访问你北京的服务器 你想想广东海南是不是到北京离得太远了吗 至少两下都公里吧 视频传输也是需要时间的 对吧 海南用户看视频的时候 是不是会就出现这个视频的卡顿 看视频是不是就会出现这个视频加载的延迟 对吧 因为视频需要长时间的时间传输吗 不是 就看视频的流畅度肯定不如在北京的用户一样了 对吧 这时候呢CDN就出来发挥作用了 这时候如果在广东建了一个CDN节点 就是在 就是把北京服务器上的视频 在广东的服务器上节点上也备份一份 也备一份 当广东的用户或者海南的用户去访问你的视频网站的时候 让他们自动去访问广东的服务器 而不是直接访问你北京的服务器 那距离是不是就近太多了 这样的话 广东的用户访问你的视频网站的时候 是不是就不会出现特别大的大幅度的延迟了 看视频也不会出现卡顿了 对吧 当然了 四川的用户访问的时候 最好在四川也有CDN节点 新疆的用户访问的时候 最好在新疆也有CDN节点 就每个省都有CDN节点 那全国用户都是直接访问离自己最近的那个服务器 那看视频的时候是不是就是可以减少视频价值的时间了 用户体验是不是就好太多了 这就是CDN的价值 他明白了吧 如果还是不太明白的话 我就举一个咱们身边的例子吧 那就比如说京东 咱们京东上买东西对吧 就是京东的仓户的问题 如果京东只是在北京有一个仓户的话 不管全国的用户在任何地方下单 发货都是从北京的仓户发货 你觉得京东能做到当天到货 或者是第二天到货吗 那是不可能的对吧 所以说京东为了实现当天到货 或者是隔天到货的这种效果吧 他就得全国各地都建立仓户 不管你在全国任何地方 就是只要下单以后 都是从你离你最近的仓户发货 这就实现了尽可能快的 把你买的商品送到你的手里 这个原理就跟我刚才说的CDN是一个意思 只是说京东是做了一个商品的分发 而咱们刚才说的是一个CDN呢 它是个内容分发 这样大家都能理解了吧 然后咱们说说什么是云服器吧 云服器呢 就是把IDC机房里面成千上万的这个实体服务器 虚拟出无数个类似于独立服务器的那种虚拟服务器 这种虚拟服务器就叫云服务器 又叫云主机 以前我们想用服务器的时候 只能自己买服务器 买那个实体机对吧 实体物理服务器 实体服务器呢 比较贵 而现在有了云服务器以后 咱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啊 就是随意开动几个虚拟服务器 就根据自己的业务啊 业务的要求啊 就可以随意提升配置 可以随意这个降低配置 这就是云服务器 说白了吧 云服务器就是把实体服务器 拆分成了就是很多个假服务器 你们在用这种所谓的假服务器的时候 就感觉自己跟用这个实体服务器啊 是一样的 这种虚拟的服务器就是云服务器 明白了吧 然后我总结一下啊 就是IDC就是服务器机房 CDA呢就是加速器 就是内容分发网络 云服务器呢就是虚拟服务器 CDA和云服务器都是建立在那个IDC的基础上的 没有实体服务器的话 就不存在什么CDA和什么云服务器这一说的